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通讯社莫斯科9月7日报道 特朗普曾多次表示 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完成后 打算从叙利亚撤军 但随后他在华盛顿提出美军将驻留在叙利亚 直到从恐怖分子手中解救的地区局势稳定 以及彻底扑灭伊斯兰国复原的威胁 但他没有给出一个具体期限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更新了在叙利亚的任务 现在他们将伊朗撤离叙利亚 以及所有叙利亚人和国际社会支持的政府取得稳定列位任务 报道 陈 主要原因是美国不确信俄罗斯 会支持美方解决伊朗从续撤军的问题 早前特朗普表示 莫斯科可能是一个伙伴 据悉 目前叙利亚境内美军人数将近两千人 在7日召开的德黑兰俄土一三国领导人峰会上 伊朗总统鲁哈尼衬 希望美国立即撤出叙利亚 并称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 美国发挥不了什么积极作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普表示 俄方与伊朗峰会 其他各邦立场一贯 在叙利亚非法保持存在的国家撤出该国是我们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faithfully mistre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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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